我們來點屏東的龍膽石斑湯圓 屏東好好 好好屏東 歡迎我們的家人總統蔡英文致詞 總統好 依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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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蘇貞湯院長 控制一下 那個鄉長好帥的是不是就是你們的 我們蘇貞湯院長 我們第一名的潘門安縣長 我們武立華委員 周春明委員 還有我們鍾嘉賓委員 張睿雄委員 陳毅委員 還有我們宜將主委 我們AIT的好朋友 還有我們在場的所有的貴賓 還有我們的鄉長 大家好 議員 大家好 我們各位屏東的好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中國平安 中國平安 加巴加巴 嗚呼 你好 嗚呼 謝謝 我的鄰居獅子箱在那裡 在現場都是我的家人 我的族人 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高興看到大家 而且看到大家這麼高興 真的我覺得很高興 能夠在今天 能夠受到邀請來跟大家一起見面 那今天是屏東的大日子 剛剛我去了客家鄉親的六堆三百紀念大會 現在我們來這個原住民的收穫節 我們屏東真的是最蓬勃最美麗最多元的精彩的族群文化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今天大家真的都穿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麼美好的文化 當然要用心推廣 我很開心知道我們是從2017年開始 在潘門安縣長 以及當時擔任我們原住民處長的武立華委員 推動下 以收穫那麼多為主題 來固定舉辦全縣的聯合收穫節 我們各位各鄉各部落的族人朋友 能夠聚在一起 一起分享豐收的喜悅 在聯合收穫節有各樣的傳唱 有舞蹈的交流 也有各種傳統的競賽 來自不同部落的族人 特別是我們年輕的族人 彼此間的感情 可以說是緊緊的連結在一起 同時這樣的活動也讓我們非原住民的鄉親 有更了解更親近我們原住民文化的機會 這就是我常說的族群主流化 或者潘縣長說過的 我們向原住民學習 學原住民 讓原住民族的文化成為台灣人都熟悉的 而且都喜愛的文化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能夠回來我的家鄉 參加我們的收穫節 一起見證原住民如在農作 在公益 在文化 在體育各個領域 所累積的豐碩的成果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 在歡慶我們收穫節的同時 還要繼續落實防疫 還沒打完兩劑疫苗的朋友 一定要去接種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那剛才這個縣長也交代 院長也希望你們把五倍券趕快花完 好不好 好 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 我們一定防疫會讓我們平安 那麼同時呢 我們國家的經濟跟進步 會持續的往前走 那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如常 那最後呢 我要祝福這一次的收穫節活動 圓滿順利 大家都可以有滿滿的收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 有請總統一部頒獎台 有請縣長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自立於原住民 相關事物長達20年以上的終身成就獎 邀請我們蔡英文總統為我們頒發 再見 再見 祝福